我當年在台灣出道的時候 我第一場表演 第一次見到我的歌迷 一出來的第一首歌 就是踩《月島露奈》出來 所以這次我香港第一場表演 就很想將這件事放下去 孫耀威入韓25年 首次再講開過場的確比較認真 將滾軸流冰搬上演唱會台上 真是破天荒了 現在都在看場館方面可以配合到多少 公司一直跟我說不成功 之前有人試過申請 然後不是 我覺得不理會 先斬後 最多你用手扣鎖我 拉我到場 我也要嘗試 其實不是說要玩什麼特別花色 我純粹是很想這雙鞋 跟我再一次在我表演上出現 適逢 不知為什麼 我說了搞這件事之後 然後我發現 原來全世界突然復古 玩這四個輪的這種Rollerskate 喜歡踩Rollerskate的這群人 其實我們一聚起來的時候 大家都有一個很大的心願 就是希望可以香港有更多這樣的場 現在真的只有維園一個地方 讓我們可以這樣玩 我們很想香港可以輕起這個運動 可以有一些漂亮的地板 讓我們可以玩到某一些花色的 跌下去沒那麼痛 現在有些石屎地 在維園那些真的 上次我拍攝 然後撞了頭到地上 哇 痛到我以為我腦震蕩 其實很傷的 手腳腳腳不停撞 但是我喜歡那種快感 我很喜歡速度的東西 每次穿著四個輪的時候 我腎上線素就會興奮 這個show 如果我再不搞的話 我會便秘 因為這些東西塞在腦裡面太久 我一定要去做這件事出來 我的心才會安樂 因為真的想著搞show 講了有十年 其實整個演唱的run down 基本上十年前已經想在這裡 我是每一天還在想有些位置的 有些歌是一定要唱 竟然漏了 接著每一天有人衝衝一下梁 直接跟我老婆說 哇 寫下這首歌 有一首《不會忘記吧》 知不知對你牽上萬老外宴 每晚也痛傷 封閉盡三思 我會很感恩在我生命裡面 這些所謂我的代表作 其實一個藝人 我想他真的覺得最珍貴 最珍貴就是你的代表作 因為是可以不可求的 我也沒有想過我的故事 這個這樣的題材 到今時今日已經二十幾年了 其實大家都還這麼記得這首歌 上去還會唱 最近在內地一些網上平台 很多人在這裡學唱這首歌 音樂其實很厲害 他真的可以經得起時間考驗 還有力久常身 當下孫爾威最緊張的是 粗身體 我由68kg減到63 前日還是62.8 但因為打了長風 就吃了幾個杯麵 然後就懂得肥了 所以跟股票一樣 都是起伏不定的 但我希望再瘦幾kg 但我又希望增加幾kg的肌肉 其實我是一個超級肥仔 其實我是肥底的人 其實我是一個 我的臉很瘦 但我身體是一個很肥的人 我媽媽是一個臉很瘦的 但她的手臂好像我大腿那麼粗 好像女子居衝選手一樣 唉 不會打我 但我們全家就是這樣